我请教一下云菲 刚刚H问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的人 年轻人 这么容易就邀回家吗 真的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因为如果是 等一下下通道就 也没有 也没有 太紧急了 没有 看人 应该是你是不是 如果私底下 他就有可能 真的啊 这不是我 我是说举例算 我是说有这么容易 让你开心了一下 如果是派对啊 还是出去玩 其实现在年轻人 就是还蛮直接的 可能会直接说 会有一些讲法 流行讲法 可能说 你要不要去我家看猫 这个就是代表说 你要不要等一下 对 男生会故意这样讲 我家的猫会翻跟斗 对 你跟人家 你用过来 翻跟斗 对 就会这样讲 翻跟斗也是暗语就对了 对 我家的猫会翻跟斗 要不要来家看一下 对 其实是非常的容易 那就是一个暗语 就是暗语 我刚刚记一下 可是你也不知道 对方是何方神圣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要烧香拜佛 因为像我真的觉得 放火就是很衰 因为人白白种嘛 有时候你遇到比较好 就是对方 就是他也是玩乐性质 那你们就当下 那个晚上开心玩 也说好都不用负责任 那就OK 这是就是比较OK 但是如果你今天运气不好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 如火纯新的事件 是 是 这个 这个PTT论坛 有一帖问卦 他写的标题是 放火这样算 社会性死亡了吧 我刚刚就讲说 对放火来讲 应该伤害也很大 据说 他的港匆服务都被停掉了 因为他是个百万YouTuber 2016年赚台湾第一名 那现在是第七名 换句话说 他是很受欢迎的 这个网红 所以影响是很大的 这次事情 清清据说在网路上 也有很多人出来 包他以前的料 对 其实后来 放火这件事情 烧出一把火 之后其实网路上 没有想到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清清你是真的是 如此的无辜吗 那后来也是有人 可能是认识他的人 就有出来有抱一些料 就是一副就是清清的黑历史 这样子 那在新闻上面 就是有人就讲说 第一个就是 也有个女的模特 她叫做Anne A-N-N的这个Anne 然后她就是拍了一张 清清她穿着内衣 上半身的照片 那因为清清她本身 胸部还蛮雄伟的 然后背景是 那个窗帘的样子 然后这个Anne就爆料 她就说 你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到 人家的男朋友家 去拍这样的照片 拍直播 然后这个Anne这个女模 她自己也把这个背景 自己把这个背景也拍一下 就说就是我男朋友家 她在我男朋友家 开直播拍照片 还给我拍一个 是穿内衣的照片 这个很奇怪 这样子 那可是呢 清清她就自己说 其实呢 你男朋友家 不是她一个人住 其实还有室友 而且我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你男朋友不在家 她不在现场啊 所以就是为自己辩驳 这个样子 可是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她也是个YouTuber 叫职代 不在现场 怎么进得去呢 她就还有室友啊 所以 可是要怎么进去呢 不管有没有室友 怎么会进去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很特别 现在年轻人真的很特别 两个人就是在那边讲嘛 这样子 有一个角度我补充啦 就是 正常来讲 我拿到你的罗罩 我会慢慢跟你再要钱 像宝恰恰一样 只为了拿钱 但是她拿了25万以后 还把它流出去 这是另外一种犯罪动机 是她真正的目的是毁了你 而不是要这25万 这25万只是一个bonus而已 真正的目的是毁了你 因为毁她的动机 有两个 第一个卸份 其实她没什么份可以卸 因为清清跟她 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所谓的什么戴绿帽 因为没有绿帽可戴 所以这个份 有没有必要 就是拿了25万再把它流出去 我觉得怪怪的 那个愤怒应该没那么强 第二个 是不是接受了另外的 某些人的要求说 你把它弄挂 因为即便百万流量的 YouTuber 他有个竞争性 只要他挂了 另外一个广告 就会流到别人身上去 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推测 因为正常的人是为钱嘛 了解 就是为钱 不然是为什么 那马力说请教 他们去报警是不是对 一定要报 因为他不报 这个东西流出去 他已经毁了 已经流出去 当流出去就毁 他只有报警来止血 不然他会不断地去面对这个质疑 厂商一直关他 一直停他的工商服务 他只有先一次断掉 接下来再去修补跟厂商的关系 也许厂商这阵子先让他停掉 后面会慢慢起来 但是如果他不去报警 这件事情一直影响着他的话 他可能会 这就会很长痛 所以他报警是正确的 所以一定要报 有谁有办法大约了解 百万YouTube大概的收入如何 其实百 对你说 你说 没有啦 不是那个很难算 因为他有每个月可能接 你说一个月接个两三百万的代言费或上 但都不是问题 那不少呢 不少 蛮多的 而且他是有竞争性 当这个东西不见了 他一定流到其他YouTuber 因为会在YouTube投广告的人 他一定是看拍名 那少了一个人 是不是他的饼就到他们身上去 是一定的嘛 可是这只是一部分 我觉得最伤的一个部分应该是 因为百万YouTuber相对的就是说 他有一个分润是 YT这个部分他会让你分润 比方说他制作一个影片 然后你看几个人去点阅 然后他是每个月可能 像我知道我有一些 就是媒体圈的朋友 他们弄自己的YT 他可能才可能几十万的一个订阅 还不到百万 但是每个月的订阅 他被动式的收入就几十万 这个很惊人 所以他可能这个相对 你说可能工商的部分会有减少 可是这个名誉受损导致他 可能第一个他整个人的感 这个应该斗志没了 然后制作影片的心思也没了 那这一块就是很显然 他可能会受到很 反而很明确的影响 那他是怎么成为百万YouTube的 其实他那时候在拍影片的时候 因为他年纪很年轻 那就我自己在YouTube上面的观察 其实很多很有名的YouTuber 都是年轻年纪很轻 然后就连他们的Four 其实都是从国小国中 大概都很大的族群 所以其实那时候 他拍的影片都是以 比较无厘头 像譬如说他可能就是 譬如说今天异毛他要剃 然后就故意留一个好长 用假道具这种异毛 然后就是一个很酷手无厘头的方式 去跟他讲说这异毛应该要怎么修 还是怎么样 这样就红喔 对 可是 诶 郑大哥你要知道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等一下也拍一个是不是 对 可是我发现就是像这种 就是百万流量YouTuber 他们的Follower是真的都是 年龄成天兵 年龄成兵 所以我那个时候去兼家教的时候 当人家家教老师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小朋友 他可能就是国小 他就告诉你说 我好喜欢YouTube有尊 然后有小玉 这两位都是放火的好朋友 然后你会说 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要留 就是想说知道一下 年轻人到底在Follower什么 你就发现他们的这一些影片 要么就是二诊 可能就是情侣之间 我就二诊你 男朋友二诊女朋友 女朋友就是反击他 他就会觉得好好笑 可是这种二诊其实很 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 对就是不会很好笑 譬如说 男朋友就把他的臭袜子 塞到他的珍珠奶茶里面 然后骗女朋友把他喝下去 然后你就小朋友就觉得 好好笑的吧 怎么会这么幽默 好棒哦 这个idea超棒的 可是可能我们这种年纪 会没有办法去监察到说 到底好笑 到底好笑 很好笑啊 很多样都有 很好笑啊 真的很好笑吗 你好年轻 好棒哦 你今天吃马尾 太好了 咖啡咕嗦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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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现在的赚的钱 真的非你能想象 所以为什么 放火第一时间 他会觉得 天哪 我应该要 就是跟着人家 好几千万 对 然后呢 就范 其实有很多的考量